欢迎您来到我们的香港简报国语版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重点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香港考试局近日发现更多考试内容在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上被泄露 决定向警方报案展开严厉追踪 接住英国的印太事务部长安妮玛丽特雷维莲访问香港 他计划就香港通过国安法后 权力和自由的侵蚀问题向当局提出关切 最后一名香港高级警官应隐瞒其警察身份 诈骗银行贷款超过2600万港币 被法院判定有罪 这三则新闻不仅关系到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秩序 也牵动住国际社会的目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香港一连串的事件正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从考试内容泄露到政府官员的访问 再到警察官员的诈骗案件 这些事件不仅揭示了香港当前面临的挑战 也反映了社会的深层变化 首先 南华早报报道了香港考试及平和局 HKAEA的一项重要决定 在大量考试内容被泄露到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后 HKAEA决定向警方报案 这一事件发生在香港大学入决考试期间 考试内容的泄露 无疑对考生造成了巨大的不公 HKAEA要严肃跟进这些将考试事件发布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案件 并将违法行为报告给警方 根据匿名消息来源 HKAEA已经向警方和海关报告了相关案件 显示出机构对于维护考试公正性的坚定决心 此外英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访问香港为香港 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英国印太地区事务大臣安妮玛丽 特雷维莲 Marie Travellen承诺在访问期间 提出对香港权力和自由侵蚀的担忧 特雷维莲是自香港实施国安法以来 首位访问该城市的英国官员 他预计将与香港和北京的官员会面 讨论国安法贸易联系 以及新疆和西藏的人权问题 这次访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香港局势的关注 以及对于维护人权和自由的坚定立场 最后一位香港高级警官 因诈骗超过2600万港元 约332万美元的按揭贷款 而被判有罪 这一事件同样由南华早报报道报道 该警官在2019年的按揭申请中 隐瞒了自己是警察的事实 声称自己在私营部门工作 月收入在11.5万至24.6万港元之间 然而实际上 他当时的月收入约为15万港元 这位警官的共犯 商量王浩义 因涉及案件中的银行而被判有罪 但未涉及信贷公司 但未仅揭示了香港社会中存在的腐败问题 也凸显了执法机构内部的道德和法律挑战 综合以上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从考试内容泄露事件到国际官员的关切 再到警察官员的诈骗案件 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一幅复杂的社会风景 这不仅凸显了香港当前面临的挑战 也是对香港社会如何在变化中寻求平衡和正义的深刻反思 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香港及其法律体系的角色再次受到关注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香港律师会在国安法立法过程中保持了中立态度 获得了北京的赞扬 律师会主席陈泽民表示 北京官员对于律师会用浅显的语言向本地和海外受众解释 该法律表示满意 这一态度展示了在捍卫国家安全与保护人权之间 独立的司法体系如何起到平衡作用 然而西方国家对于香港当局通过这项法律 认为这损害了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持批评态度 科技巨头苹果公司近日也成为国际政治纠葛的一部分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引中国当局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命令 苹果从中国的App Store中移除了密尔旗下的沃沙和材资应用 这一举措再次凸显了科技公司在全球运营时 必须遵守当地法律的挑战 即使这可能与其自身的价值观不一致 在中国由于掺存充佑的未产应用的普及 WhatsApp Press 主来就不是主流应用 但这一事件无疑对全球科技生态系统和言论自由的辩论 添了一把火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向国际社会伸出了友好的手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将在明年将一对大熊猫所往三番市 作为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预计下周访华前的善意姿态 这将是自华盛顿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美国科技中心城市首次正式租借大熊猫 这一举动紧随中国与圣地牙哥动物园签署大熊猫租赁协议之后 并且类似的谈判也在与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进行中 这显示出在紧张的国际关系背景下 文化和自然保护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仍然是增进理解和友好的重要途径 这些事件从法律科技到自然保护的角度 展示了国际政治如何影响到每一个角落 不论是在香港的法律界全球的科技市场 还是在中美之间的外交互动中 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以及在这一脉络下 个体企业甚至动物如何成为这场大戏中的角色 从保持中立 遵守法律 到促进文化交流 这些行为背后的考量和影响都值得深思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从金融市场的波动 到娱乐圈的意外事件 再到科技产业的持续发展 每一个领域都充满了挑战机遇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近发生在香港股市 香港男子乐团MIR的巡回演出 以及电动车芯片制造商的最新动态 这几个故事如何展示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首先南华早报报道了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机构 宣布一系列旨在提升流动性 吸引国际投资者及增强内地与香港之间竞争力的措施 中国证监会系YESRC将通过五项新措施 与香港深化合作 以优化这座城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些措施包括放宽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产品在护港通缉制中的适用条件 以及放松中国公司想要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YPO的上市规则 这一系列举措显示了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机构 对于振兴香港股市的决心 也展现了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深化 接下来南华早报又带来了关于香港男子乐团 女儿的新闻 该乐团原定在马来西亚举行的演唱会被取消 引起了粉丝的不满和失望 新冠演唱会主办方Unusual Entertainment 提出了将票券 换成乐团在新加坡演出的票 并补偿旅行费用的方案 但仍有许多粉丝因为财务限制和时间冲突 无法接受这一安排 乐团的管理公司Wakerville表示 对取消感到失望 并承诺将努力让Mirr未来 能在全球各地与粉丝见面 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娱乐行业中 计划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也凸显了粉丝对于偶像的深厚情感 最后来自彭博社的报道指出 供应汽车产业的芯片制造商 如应非零科技和易法半导体 因电动车EV需求下降 而股价下滑 然而分析师们仍然鼓励长期投资者 保留这些股票 因为随着电动车变得更加精密 车辆周使用的芯片数量预计将会增加 尽管中国在竞争方面构成潜在风险 但中国的芯片制造商尚未证明其技术能力 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电动车市场的发展潜力 也凸显了全球芯片产业竞争的新格局 这几则故事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当前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金融市场的调整 娱乐产业的挑战 还是科技领域的创新与竞争 都是这个时代不断变化的见证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保持灵活和应变能力 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个变动莫测的世界中 每天都有著无数的故事发生 从香港的城市改造计划到国际政治的紧张丰门 这些世界不仅影响住当事人的生活 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关注 以下我们将带您一探近期发生的几件大事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香港政府计划在牛池湾一处城市边缘的澎湖区 展开公共住房建设 约580户家庭将不得不告别他们多年的家人 这项计划将拆除约950座结构物 大多数是澎湖 已建造2700个公共住宅单位 受影响的家庭共计900人 以及30家企业已被通知在2024年或2025年下半年搬迁 政府计划在该地点建造一个社区大厅 提供公共开放空间和零售设施 并改善和达系 首批公寓预计将在2031年底完工 这一转变不仅象征住城市发展的必要性 也凸显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保障居民权益的重要性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The Global Mail报道了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趋势 伊朗媒体报道称 伊斯法海省一处空军基地附近发生了爆炸 这是以色列对伊朗上周末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的报复行动 伊朗国家媒体弹化了这次攻击 描述爆炸是伊朗防空系统启动 已击落无人机的结果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没有提及以色列的打击 反而赞扬了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 是一个团结的时刻 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 伊朗的核设施未受损害 这一事件凸显了中东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 以及国际社会在处理这些紧张关系时所面临的挑战 南华早报另一篇报道关注了中国与俄罗斯之间 日益增产的法律执法合作 中国的顶级安全官员 陈门清将恩访问俄罗斯 这次访问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下个月访问中国之前进行的 陈门清是中共中央政治成员 也是中央政法委书记 他将出席第十二届国际安全问题高级代表会议 近年来 随着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升级 北京和莫斯科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日益加强 这种合作不仅反映了两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战略布局 也凸显了全球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从香港的城市改造 到中东的地缘政治紧张 再到中俄之间的安全合作 这些事件展现了一个多层次 互相交织的世界 每一件事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影响住全球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格局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了解和关注这些发展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愿到金融市场 从环保议题到科技创新 世界各地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事件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些事件 并了解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世界 首先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自从2018年电影《疯狂亚洲富豪》大获成功后 影迷们一直期待住续集的上映 然而这部续集的制作过程 却遭遇了一些挑战 特别是在剧本编写方面的争议 导致了进度的延迟 不过好消息是澳洲作家 Amy Wang已被确认将接替之前的编剧 此外华纳兄弟公司还宣布了一项 令人兴奋的计划 将疯狂亚洲富豪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 由原版电影导演张炼 周指导 这一计划的宣布 无疑为引你们带来了一丝慰藉 让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然而在香港 一个关于环保的争议正在发酱 南华早报同样暴早了 香港计划建设一个名为Sanktentacopo的创新科技中心 这个项目将占地600公顷 位于深圳附近 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环保团体的强烈反对 他们担心该项目将对当地的失利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特别是对一些兵威物种 如欧亚水坦的生存构成威胁 这些环保团体仅警告说 如果政府接受该环境影响评估报道 他们将提出法律挑战 这可能会使该项目面临停滞不前的风险 就像之前香港珠海澳门大桥的案例一样 在全球金融市场方面 环球邮报报打了一则消息 指出在以色列攻击伊朗后 全球股市下跌 油价上涨 美国债券收益率下降 这一事件导致了对中东石油供应可能中断的担忧 进而推升了油价 安全避险货币如日元和瑞士法郎也因此走高 尽管后来有报道称伊朗没有立即报复的计划 油价有所回落 但这一事件仍然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显著影响 这些事件展示了我们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动态变化 从文化娱乐到环保 再到国际政治和经济 他们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追求创新还是解决冲突的过程中 我们都必须考虑到其对社会环境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透过这些故事 我们看到了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世界 以及人们如何在面对困难时寻找解决方案和前进的道路 谢谢您的收看 《生命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sit.grifa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